前多倫多豐業隊球員 Wake Bilek 星期三被發現死於多倫多的一間酒店 有消息指Bilek是自殺 今日為Bilek舉行的葬禮屬於私人性質 35歲的Bilek生前效力過 科羅拉多、卡加里、多倫多、佛羅里達等地的球隊 打完14個賽季之後今年退役 Bilek是近4個月以來 第三名死亡的現役或退役北美冰球聯盟球員 WOW TV 雷正日報到